《生辰刚》是《水浒传》中梁忠书给他的岳父蔡经送的价值十万贯的生日礼物 在北宋时如此巨资的生日礼物是真是假 而书中的描写恰恰把北宋徽宗时期贪腐横行的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蔡经高求滞留利欲熏心大肆敛财导致社会千疮百孔 北宋政权岌岌可危 那么封建社会官员贪腐的根源是什么 制约贪腐的力量又有哪些呢 系列节目《法说水浒》和北大学韩田璐为您讲述蔡太师的生日礼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继续《法说水浒》 今天我们讲的是水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个事件是智取生辰刚 在水浒里边 这个智取生辰刚乃是一个对许多梁山好汉的命运走向 对梁山事业的发展关系都非常重大的关键节点的事件 先是朝盖因为截取成辰刚失败而上了梁山 火并了七辆狭小的白衣袖士王伦 这就为梁山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能 接着是宋江因为朝盖来信被闫婆西发现而杀死闫婆西 不得已流亡江湖 这一位后来上梁山就打下了伏笔 正因为如此 智取生辰刚就格外的引人注意 中学课本把智取生辰刚这一节就引入了教材 可以说是非常有眼光的一个举措 不过我们这一期的关注点 并不在智取而在生辰刚 每每当人们读到智取生辰刚这段时 会有酣畅淋漓的感觉 大多数人都会同情理解 甚至赞美智取生辰刚 觉得这样的抢劫顺天理和民意大快人心 是什么原因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解读呢 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笔价值惊人的生辰刚 背后它该是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腐败 水浒对生辰刚的描写 到底是作家的相必虚构 还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 如果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的存在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按照水浒的说法呀 这个生辰刚啊 是北宋大明府的福音梁士杰 为他的岳父 当朝太师蔡京准备的生日礼物 而这份礼物的价值总额呢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十万贯之举 如此阔绰的生日礼物 当然就引起了江湖上各类强人的寄予之心 强人寄予的结果呢 就是连续两年 这份生辰刚都被沿路的强人劫掠而去 前一年的劫掠生辰刚的人是谁 我们不得而知 这后一年就是朝盖无用 等这七个人了 对于今天花灌了人民币的观众来说呀 可能对于十万贯 这到底是多少并没有具体的概念 那么我就来告诉你 按照综合购买力来讲的话 到底它折合人民币有多少 按说如果要是以明清时候的银价来折算的话 大概约合三四千万 如果按宋代的银价来折合的话 大概说五六千万 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大概我们想嘛 就在三千万到五六千万人民币之间 这样一笔数额 你想想啊 几千万呢 一个福尹竟然能够拿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钱 来孝敬他的岳父当朝太师的财经 其实这也是一种贿赂了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就如同《红楼梦》里面所说的 真做假实真一假 假做真实假一真 如果只从故事的真实性角度而言 秩序声声刚那肯定是作者编的了 因为原因很简单 因为历史上的蔡经啊 根本就没有梁世杰这么个女婿 所谓大明府的福尹梁世杰 他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也有人针对梁世杰的官名和履历等情况 做了一番考证 认为梁世杰的原型乃是北宋徽宗时期的梁子美 因为此人不但做过中书舍人 还做过大明府的福尹 并且也是个极其善于搜刮百姓的贪官 但就算如此啊 他当蔡经的女婿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个人的年龄比蔡经就小一岁 这个蔡经啊 断断不可能为自己的女儿 找这么一个老掉牙的丈夫 因此也就绝不会有 这个女婿千里迢迢给自己送生辰纲礼物 这个事儿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呀 水浒关于生辰纲的描写 又是极其真实的一种社会存在 历史上的蔡经啊 确确实实是一个生活极度奢侈的大贪官 他是在西宁三年中的进士 先当地方官 后来任中书舍人 改隆图伯代志 支开封府 崇宁元年 也就是公元1102年 当了左溥业兼门下侍郎 也就是又丞相 后来又官至太师 根据宋史的记载呀 蔡经这个人为人是鸡饼狡诈 对上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加以逢营 对下善于拉拢同党 打击一己 所以能够掌握项权达到17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17年里面 这个蔡经是大肆搜刮民财 在逢营上意的同时 大量的贪污 叫什么 叫做基因所亲私 以千万计朝论哗然 蔡经 西宁三年近世几地 先后四次认相 共17年之久 宋徽宗时期 蔡经权倾朝野 徽宗对他言听计从 在徽宗的庇佑下 蔡经更加肆无忌惮 他疯狂敛财 生活穷奢极欲 挥霍无度 朝廷风气贪腐横行 致使国库空虚 民生凋敝 北宋政权岌岌可危 那么蔡经的生活 究竟奢华到了 怎样的地步 系列节目 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寒田路 为您讲述 蔡太师的生日礼物 那么蔡经的财富 达到了一种 怎样的惊人程度呢 我们看 宋代人罗大经 贺林玉露里边的 一则笔记 这则笔记呢 为我们揭开了 蔡经生活的冰山一角 蔡经呢 被朝廷治罪 家道就败落了 家里的丫鬟 朴妇等等 这些杂役人员 自然叫树岛狐孙散 流落到社会上 有一个世人呢 就在开封买了一个妾 这个妾呢 他从前是蔡经家里边 包子厨的厨币 蔡经家的厨房里边 那个包子厨的 那个一个丫鬟 这个世人呢 就非常开心了 心想我也可以尝一尝 蔡经家的包子 是什么味了 于是就命令这个丫鬟 给自己做一笼包子吃 你给我蒸一锅包子 我尝尝 谁知道 这个女孩子呀 竟然拒绝了 说这我不会 世人就大惑不解 说你既然是包子厨的厨币 怎么可能不会做包子呢 这时候 那个妾啊 才做了解释 说蔡太世家的厨房 分工明确 我虽然是在包子厨 但我只负责 铝葱丝这一道工序 就今天说 把这葱丝切得很细 我就是一个切葱丝了 其他工序都不是我负责的 我们想啊 如果切葱丝都需要专人负责 那肯定剁肉馅 捣蒜泥之类的 也该都有专人负责了 一个包子厨就到这种程度 那么蔡经家的厨师的队伍 该是庞大到怎样的程度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非常好玩 说另外根据宋人装挫的 他的这个鸡肋编的记载 一个官员曾经和几位同僚 一起到蔡经家做客 蔡经这个时候就命令丫鬟 焚香 命令下了好久 没什么动静啊 大家都很奇怪 这蔡经贵为太师 看来家法家规也就如此吧 这个说话这么没权为敌人都不管的 不过过了一会儿啊 有人就上来报告说 香满 蔡经这个时候就下令说 卷起帘子 这个时候香气才和瀑布一样 从林屋中可以说是磅礴而出啊 弥满了整个房屋 香五之农几乎使得在座的这些宾客 对面都不能相见 客人们回家以后啊 身上的香气据说几天都没散 这位客人从背后啊 他就替蔡经算了一笔账 要想让香气浓郁到这等程度 没有几十两香 那是绝对达不到 我们知道啊 这个世界上呢 说最奢侈的事是什么 起码其中之一就是焚香 因为那些买什么金珠宝贝的这些举措呢 它既是消费 其实同时也是投资嘛 但是像焚香这件事情 它极其昂贵的东西 轻刻之间那真叫烟消云散 绝对没有投资这个想法在里面 所以焚香这种事情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烧钱呢 不是真正的土豪 你绝不会到这种程度 说宋代的这个太师呢 我们替蔡经算一下 你看他一年的奉银 正银是一千两 加上杂七杂八的露米呀 比如说是草料钱了 以及植田的出产了 满打满算 超不过两三千两 以区区两三千两的收入啊 就算加上皇帝 不时的赏赐 想要维持如此豪奢的日常生活 显然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怎么能维持这种生活 当然是靠贪污受贿了 尽管历史上 并无梁忠书欺人 自然也就没有生辰纲这件事 但是以蔡经的权势之重 为人之贪 则当期生日的时候 下属这些官僚 趁机逢迎 送上价值不菲的礼物 那是肯定的 蔡经每年过生日 到底收了多少礼 历史上没有明确的统计 甚至也没有约略的估算 我们很难说清楚 但是和他地位相当的 另外一个宋代的太师 同样是大奸臣的秦桧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照 根据续资质通鉴的记载 他是开门受贿 卖官欲绝 说奸司率手道缺 利要珍宝 必数万请乃得差请 腊月生日 周县县乡送物为寿 岁数十万 秦桧的财产到底有多少 按照南宋史学家李新传 建言以来纪年要路的说法 秦桧家的财产 竟然是南宋朝廷的 左藏数倍 就是他比国家还有钱 翻天下珍宝之物 秦桧家是应有尽有 正因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秦桧家的吃穿用度 甚至比皇上家 还要有过之如不及 赫林玉录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是说秦桧的老婆王氏经常进宫了 有一次显仁太后就跟她说 说最近这段日子呀 大一点的子鱼是太少太少了 王氏赶忙就回答说 说我家里就有啊 我将要尽献白尾子鱼给您 这个王氏回家就把自己答应下 皇后这个事就告诉了秦桧 秦桧一听非常生气 大怒就责备这个王氏 说你可以起个日本名字叫缺心言子 你太缺心言了 你说错话了 你告诉皇帝 我们家的吃穿用度比他家还要厉害 这不是取死之道 可是事已如此 如何补救呢 秦桧就召集自己的门人 集思广义 最后应对之策是什么呢 就是王氏呢 给显仁太后送去了白尾清语 王氏一走呢 显仁太后就嘲笑他 哎呀 我就觉得这个秦桧的老婆是个土鳖嘛 果然如此 连子鱼和清语都分不清 我们知道 子鱼味道鲜美 极其昂贵 极其名贵 清语呢 味道一般 价格便宜 但是外表上来看 这个清语子鱼长得非常像 那么这件小事一方面说明 秦桧老贱句话 恋爱方面呢 其实也把秦桧家的那种 穷奢吉欲 富可敌国 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中 像蔡经高求这样 权倾朝野的巨贪 屡见不鲜 这种角色 为什么能不断出现 封建社会给贪腐的滋生 提供了怎样的土壤 制约贪腐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系列节目 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寒田路 为您讲述蔡太师的生日礼物 咱们再往纵深里说 水浒里边 蔡经所收受的生辰纲 所反映的 其实绝不仅仅是 宋朝历史上的真实 几乎每一个朝代 我们都能找到 类似于蔡经秦桧 这样的大贪官物理 比如说 明朝的大太监刘锦 以及清朝的大贪官和珅 这个大太监刘锦家的家产 根据清朝史学家赵毅的记录 我们听听这个记录有多少 有大玉带八十数 不是八十条 八十数 黄金二百五十万两 银五千余万 他珍宝无算 而清代的和珅呢 是更夸张了 按照当时流传的 查超和珅家产清单来估算 和珅的家产折算下来 竟然达到了 惊人的二亿两的白云 而按照清朝 野史大观等书的说法呢 和珅的家产那就更多了 足足有白银 八亿两之巨 当然 后世的史学家 经过认真的考证啊 认为这些记录 恐怕有夸张之处 但他们所贪污的 惊人的财产 则绝对是不争的实事 一定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 封建时代 几乎每一个王朝 都会产生这样的大贪官 如果只是少有的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说 他们忘记了当初 读古圣先贤书的时候 那种教诲 说这只是个人的道德品质 说他们理想信念出了问题 但如果每个时代 都有这样大贪官的产生 恐怕就要从封建时代的 制度当中去寻找问题的根源 这个制度的根源呢 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而缺乏应有的监督 中国的封建王朝 他的政体是典型的君主集权 生杀与夺 种种大权都基于皇帝一人之手 而皇帝他以一人之力 是不可能处理好多如牛毛的事物的 这就势必会产生一些权臣 他代表皇帝的意志 去处理日常的政务 决定这些权臣的命运的 其实也只是皇帝一人 只要得到了这个皇帝的允许啊 那么这个权臣基本上就可以是 按照自己的意志 自由地去行使权力了 中央如此呢 地方其实也都差不多 这就为权力的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而且是越到封建社会的后期 这个情况就越是严重 这就部分地解释了 为什么越到后来贪官越多 而且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惊人的现象 清代著名的作家蒲松林 在他的聊斋之意里面 就说过一句震聋发聩的话 叫上台喜便是好官 爱百姓和树能力上台喜 他就可以相当深刻地揭示 贪官污吏何以横行的根本的原因 古代官员贪腐的势力比比皆是 他们巧取豪驼 聚敛大量财富 有的甚至可以富可敌国 那么各个封建时代 整治这些贪官污吏的手段有哪些 制约腐败现象的力量是什么 前面我们说的是在封建时代 贪官污吏的存在 乃是一种与官僚制度并行的现象 这样说来 对这些国家的巨度 难道就只能听之认之 无法可想了吗 也不尽然 约束他们的力量 说来大概有三个 一是体制内部那些良心未敏的官员 我们前面说过呀 在封建时代 贪污腐败是极其普遍的 但这并不是说 所有的贪员都是贪污腐败的 古代的官员呀 自幼读圣贤之书 总还是有一些人能够不忘初心 坚守道德底线的 他们出乌尼而不染 实际上 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大贪官 无论是宋朝的蔡经 秦桧 还是明代的大台阶刘锦 还是清代的和珅 即使在他们横行之时 也总还是有一些 坚守原则的官员 对他们来进行弹劾的 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这篇雄文中曾经指出过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杆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 做家谱的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些贤臣 是抵制他们的一个力量 第二呢 是最高统治者的整肃 中国有句话叫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皇帝作为家天下的所有者 终究对自己的这个家呀 还是有顾忌的 当皇帝觉得全臣的胡作非为 已经超过自己容忍的底线之时 则对其进行整肃 也就是应有之意了 而整肃的最好时机呢 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之机 以财经而论啊 他的倒台就是在徽宗退位 亲宗当朝之时 有比如说和珅 乾隆时候他背积荣宠 积累了精臣的财富 而一旦嘉庆即位 皇帝的恩宠不在 等待他的就只有身陷淋雨 第三呢 是在下位者的反抗 智取声称纲呢 其实就是在下位者 对贪官进行反抗的 具体的方式之一 站在当时法律的角度来看 朝盖等人智取声称纲 那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 我们要按照宋刑统 盗窃律强盗窃盗 这一门的规定啊 用药物或者药酒 使人昏迷 然后拿走他人财物的 与强盗同罪 朝盖一会儿 用药酒 药番杨志等 性质等同于强盗 因为 最难法律说了 这个用药酒 什么的跟强盗 是一样的罪 而且他们确实是守直立刃 接取的金珠宝贝价值达到十万块 那是典型的家中性质 如果被官府俘获 几个人毫无疑问 都是死罪 但是呢 就是这样一件 在当时明显的违法 而且是严重犯罪的举动 为什么 刘唐 朝盖等人 都会 在做的时候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呢 原因就在于啊 大家已经认定 这些钱 全是不义之财 这是朝盖等这七个人的想法 其实也正是 千万下层百姓的想法 我们还可以由此再隐身一步 如果一个王朝贪污腐败 到了下层民众 难以忍受的程度 那么这个政权 也就失去了 它所存在的人心的基础 人们一旦看到 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 谁还会在乎 甚至满足于紧紧窃钩呢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智取生辰纲的内涵 又远远不止于一个 古代的刑事犯罪的案例 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学 乃至政治学的意义 当然了 我们在节目最后 还是要强调的是 智取生辰纲 发生在古代 发生在水浒所描绘的 那个社会黑暗 公道不张的环境 才有它部分存在的合理性 在民主和法治 日益健全的今天 假如真的你知道 有这样一份生辰纲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像电影《老炮》里面 六爷所做的那样 向中纪委举报 组织一定会还社会一个公道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他是清朝康庸前三朝明臣 但这个一生谨慎的官场老手 却在告老还乡之际 得罪了乾隆皇帝 不仅落得被革职抄家的下场 甚至先帝批准的 配享太庙的待遇 也被取消了 他究竟干了什么事 导致乾隆皇帝雷震怒 系列节目军机处重案 特邀袁灿星为您讲述 张婷玉争鸣风波